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預備 三 二 一 開始 三 二 一 開始 王陽 後代他就先來請 三 二 一 開始 三 二 一開始 三 二一 開始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熊猫直播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中世八球国际公开赛 中国区选拔赛第一阶段 96近48双败淘汰的TV1号台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张志老 下午好 张苏新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着浅色上衣的 准备上场击球的来自黑龙江的球手王妍 对阵屏幕右侧 着深色上衣的来自内蒙的球手王小倩 比赛采用17局9胜100分钟限时 双方温柳冲球 你上了一个比较力量大的冲球 然后没有球近带 这边看看王小倩 1号球有机会可以带一点点的14号的双方包边 这两位球员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王小倩是中8届的753届 也是不老男神 王延是84年出生 这个绰号叫做玉面阎罗 对 王小倩也有一个外号 不老男神 你说753届 中间缓了一下 我差点以为你说出753届 对吧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 咱们这个网友也非常调皮 是的 他们中8四大美女 四大美女是谁呢 点一点 您就套路我 那我说一个 您说一个 您就全说了就行了 别这事我不干了 我知道 王小倩 还有杨如 还有谁 改您了 苏玲 还有刘颖 中18球 这些四大美女 这个球友们也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淘气 其实在咱们这个中18球的论坛上面 大家其实可以真的在上面做一些多的互动 包括咱们的比赛 一些技术问题 比赛等等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讨论 如果说一个项目都没有话题性了 失去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现在可能多数大家都是在被手机上的一些游戏 或者是一些手游 对吧 来填补自己的一些时间 牵扯了过多精力 我看这个 以前我们管这种论坛叫BBS 现在叫论坛 论坛上的一些话题好像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一些口水战 比如说玄幻的 神话的 对 吹嘘的 这种话题比较多了 失去了一些意义 赢大不小 不然就上去 从四号球里面上去过来 然后再打黑把左下角就可以 不一定非要从二号球下方走 这人就是这样 对吧 带第一杆从上面走 很宽松地打左下方抵戴 非要去K一下这二号 这个个人习惯 先生多人 第一局 王小先生 比分1比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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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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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球手一对阵 就把我们忠实霸球这情怀 就往前拉了 都有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就画面感对吧 可以就是想象到 零几年的时候这种画面 甚至于说 10年左右 10年之前 那个硝烟弥漫 群雄逐鹿的年代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球员 还算比较纯粹一些 是的 再往前一点就更纯粹了 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完全就是我要打比赛 要出场景 那个时候 虽然可能信息化 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但是那时候的比赛更纯粹 大家都没到 都是不忘初心地去 从事这项运动 关键是球员 对于台球的看法 非常简单 现在信息化的途径 越来越多 媒体越来越多 反而让很多人迷失在其中 角度稍稍有一些大 要不要K黑霸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需要K的话 需要用右赛高杆 局面再一次简化 本身这种球的风格 也是王岩的球风 他是喜欢用一些 非常细腻的干法 包括自己的一些线路 然后把难度的局面打开 变成简单局面 关键就是整盘球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准度 来支撑他来完成 是 这场比赛 消了 消了 关键球 看准度 有线路的准备 下大了 哪上大了 有线路的准备 到了 高杉短 我用的准备 去到备伤了 我们的准备 到备伤了 我们的准备 到备伤了 备伤了 现在要全球 还可以 回到了马智宇 王鹏 陈枪强 那个孟之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12年左右 就珍惜吧 珍惜这些球员们 还在场上打球的时间跟比赛 太厚了 王鹏这个按右下方抵带 5号球可以翻到屏幕右下方抵带 能翻进黑拔还能进攻 翻不进控制力量停带口 挡住对方的14跟10号球 王鹏一直在看左边抵带 其实这球你要翻到左边抵带去 争取破坏对方的15号 9号也是意义不大的 如果你挡住右边抵带的话 后面对手进攻还是有一定难度 看王鹏怎么来选 翻左边 上帝 期待了吧 自由球 这张事长啊 这个看了那么多球员的比赛啊 我就觉得这王小倩这马甲 后面的颜色 我最喜欢 是吧 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 对吧 问问他 他这是在哪儿做的 是 他这处于暗红色的 是 您喜欢什么颜色 我呀 可能偏深色的 或者靠黑靠藏青藏蓝这个细 我喜欢红色 红色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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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看到 他跟着 我会认识 这都是 哪些 这个 什么 这个 国家 觉得 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高感 感法如果放高一点的话 可以带点反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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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睡很快 白球掉带了 虽然是不老男神 但是这灯光一照 这丝丝银发 确实抽动着我们的心 别办法 自然现象这是 确实 我第一次看他们比赛的时候 我在25岁 245岁 是吧 那个时候是在哪里看 电脑 电脑上 以前拿电脑看 球员们都很神秘 然后我们一帮小迷弟 小迷妹 愿意去追捧球员的时候 都得到现场 那个时候有距离感 现在这个信息化产业 好了之后 直播也好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过度的 曝光了球员们的生活 这对于运动员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 球员跟大宗是差不多的 只是生活习惯 跟工作的环境上 跟别人是有点区别 但他们毕竟是在一个领域里面 掌握着核心技术 跟高精尖技术的人 过多的暴露在美光灯下 跟视觉当中 并不算是好事 但是五号球 嗯 再弹齐 还是小 看看底带 只要他往底带 可以进攻 也可以打 其实在这个时间段 对于王小倩来说 王岩的状态这么不好 正好是他扩大比分优势的事 但是从这一盘里边 这两个能看到 王小倩稍稍有点乱 能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然后争取去拿分 王岩这个球员 还是实力比较强的 目前是准度上 没有保持得很稳定 但一旦找到了非常好的手感 白球细腻程度是不用考虑的 打四号球 可以再调一个二号球 左下方底带 白球向右边的角度 然后打二号 白球自然向左 看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打一K 把六号也带出来 刚好右边还有黄衣跟红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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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解球 10号 右边下往底带 贴球 贴球 这个是太多了 还是想做防守做snoker 不过优塞用的太多了 传进只能再继续 右上方底带贴 已经是到这个份上了 必须要打了 6号球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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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白球 感觉上应该是可以直接看得到了 没有打到 对 没挡住 王爷这杆球的话 也不能太轻 第四局 不过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局 王爷开球 开球实际 继继继继续 不过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也很可惜 有球进 但是没有满足足够的球资过线 张志导 张志导 在上一战双下战比赛当中 关于开球实际 关于开球实际的问题 往往是左右了比赛的胜负 很多的网友 水友都会在直播的时候 互动的时候 都会提出一些改进的办法 首先我们说 比如 开球实际 这边 就讲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则 首先也是我们 作委会这边 考虑到避免你 采用这种偷鸡的方式 就是小鸟炸 因为中式八球的球礼 它是球权的一个分享制 你打你的颜色 我打我的颜色 那么先后手 往往在一些比赛当中 是会决定胜负的 所以为了避免有人 在规则当中偷鸡 采用这样的方式 那好 我不打开 你打开 最后我来这个局面 那么采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在这个 有球近代的之后 其实我们也是建议 能不能够再研讨一下 就是我这球口开进了之后 都不存在这么时机了 是吧 就咱们探讨 探讨 对 其实我们这项规则的话 如果单纯的 从比赛角度来看的话 还是尽量的去倡议大家 去大力炸球 然后主动的去进攻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再从其他的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 太球项目里面去看的话 比如美式 美式球球里面 是有一个三球过线 这样的一个规则 但是它球少 就九颗球 所以说 我们的中十八球里面 曾经用过三球过线 但是发现三球过线里面 还是有一个 比如说 在一定力量的开球情况下 能够保持一个 非常良好的一个进球 然后还有好的局面 去完成青台 后面才又变成了一个四球过线 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规则 其实或者是这一项赛事 一直在成长 在完善 而且如果说进球了 就没有尸击了的话 很容易让别人找到规律 对吧 所以就是探讨 那么我如果进一个 过线一刻呢 家用的可能性 对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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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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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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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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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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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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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